我們就來歡迎小花 我是小花 從事登山越野車的路徑將近有十年 這幾年就成為專業的領導建造者 我們可以稱為叫Fational Trail Builder 其實這個有一個國際組織 那我是層面之一 什麼名字啊? PTBA Fational Trail Builder Association 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創立這個自由輪環境工作室 還有你們工作室主要在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我們有接觸國外的案子 那也需要用公司的名義去做所謂的建設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不管是做什麼 譬如說基本的我們的領導的建設 那有做Puntrak 對Puntrak 然後什麼雙人渠道這種比較遊戲等級的比賽等級的 甚至在台灣會做過所謂現在很流行的Push Bike 的場地 那當然我們是用專業的角度去製作的 不是那種平平的板空 哈哈哈哈 我們這邊就不舉例了齁? 對,沒關係啦 反正台灣還在推廣階段 那我們還在努力中 那當然我們更需要更多的相關有興趣的同好 一起來加入這個族群幫忙去推廣 畢竟我們力量有限 嗯 對 那當然因為領導的建設嘛 那我們在台灣的初期有許多場地 那會有點像讓很多人比較難騎乘 那我們就會開始產生所謂的教學 那所以我的另外一身份也是 台灣目前第一位拿到最高等級 那個PMPIA Level 2的一個 症照的那個指導員 那現在是 呃 是一個 呃 Label 1 的那個 發 就是呃 我們叫Trainer 就是訓練師的一個 呃 訓練員 那目前來講 我們 已經有 在台灣已經有過經手過一次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 那個課程了 所以後續應該陸陸續續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可以產生更多的那個 那個 指導員出來 然後這些 這些指導員都可以幫忙互相推廣 然後教學 讓大家在領導的期程更安全 嗯 剛剛提到那個指導員的部分 他是這幾年 好像近兩年 然後才從 就是日本邀請教練 到 到台灣來做指導對不對 那就是做考核嗎 呃 呃可以這麼說 那其實 這個要推到更早之前 應該 七年有了吧 那 這個是 呃 另外朋友 呃清姐 他們到 加拿大去 呃 考取這個 Label 1的證照 嗯 那 在隔年我 我自己也去了 那 那所以他一直在推廣說 那 因為我們去到那邊 像我個人 一個人 呃 去一次就花到20萬 喔 台幣的20萬 那當然我去了兩次 喔 那 這個東西 你說要賺的回來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靠教學是不可能的 這只是一個 愛好跟興趣 那 為了要推廣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騎乘 認識這個 這個運動 那這個是有點像是 嗯 要很有愛 哈哈哈哈 你剛剛是比愛心嗎 哈哈哈 所以 所以這 這位清姐他就把 把 就跟他們 因為他 他認識那個 呃 有點像是他們的 大頭目 所以他可以引介他們 就是讓大家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 來引介到 台灣來去做這個 Level 1的教學 那 就可以讓更多人省下一大筆費用 然後取得這個證照 然後讓自己認識如何騎乘 也可以教人家去如何騎乘 喔 這是 這是這幾年來的最大苦惑 那很幸運 像我們有一個 呃 呃 一個 那個 教師 就是trainer 他是住在日本的一位英國人 那 因為離我們比較近 所以 我們更好有這個機會 不是去那邊 就是 請他過來台灣 去做這個教學 那 原則上 因為這組織也是 一個 非營利組織 那 他沒辦法 cover掉那麼龐大的費用 所以 所以在兩年前 我們計畫就是 我來做這個trainer 在台灣 那也不用大家這樣 飛來飛去 所以 所以在今年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次這樣的事情 就是由我來訓練 然後發證照 然後 那我現在還不能 我現在還算是一個實習的階段 那可能在經過幾次之後 我才能去做這個動作 嗯 對 那是未來的事情 而且還有就是 那個中文課 翻譯課 哦 對對對 主要就是說 因為這個課程有很多人 沒有辦法去實踐 是因為他主要是要 需要英文 那在台灣的話 我是使用 中文 去指導你 去教學 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 所以 在這方面 大家會更有機會 去拿到這個證照 就是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機會 好處 嗯 像米奇 他在去年 當然 沒有翻譯 他英文很好 所以 還可以溝通 MBIA的這個指導員的課程 對 然後是一定要到某一種 大家要到某一種程度 才能來 才能來上這個課 才能來考這個的嗎 還是 呃 建議你本身有具備 一定的騎乘能力 再去考取這個證照 因為畢竟 我們教你出來 是你要去教別人的 那 在這個範圖裡面 我們教導 並不是只有講話 你必須要自身 可以去模擬示範 讓學員知道 甚至帶領如何騎乘 所以 你自身的騎乘能力 必須要到一定的程度 那 你比較容易 通過這個課程 對 甚至到Level 2 你可能需要 很高的騎乘能力 非常高 我覺得這個 呃 教員要怎麼騎 不是在說 你秀 你多會騎乘 而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得出來 你的學生問題在哪裡 嗯 你要去跟他講 你要怎麼去做一點改變 然後去調整你的知識 去讓他學會這個動作 對 啊 嗯 這個我覺得就是 你好過騎車 跟你會不會假的就是兩回事 嗯 那像米琴你在考取這個證照之前 你有教我幾次 那你覺得 就是在你學這個 嗯 學這個系統之前 跟你 嗯 欸 學了這個系統之後 你有感受到什麼樣子 非常大的 就是 差異嗎 我覺得 我覺得 學了這個系統的話 它 我覺得 它最有趣的一點 是 你要去上課 你必須 強迫自己歸零 就是 你要先放掉的時候 你原本你會騎車的感覺 你要 就是它是給你 像是洋蔥拆解式 一層一層一層 把你剝開來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跟 你要怎麼做這個動作 然後 你去 你才會去明白說 哦 原來 你就是我們 在上課之前 就是照著大家騎嘛 就這樣騎啊 去克服障礙啊 很開心 你突破我這個關卡 但是 你可能不會去意識到說 你怎麼會做這個動作 跟你為什麼要做 那 學了以後才會知道 哦 原來 是這樣子 那 你會再結合著 你自己本身的 其實技術跟經驗以後 你更可以去帶給你的 學生說 你該怎麼去做 那你遇到了這個障礙 你可以怎麼做 嗯 就是 它有點 不太像是 像是如果我們自己 單純出去約起啊 它就很像是 欸好 我們都起 我們要這個障礙 好我們先看過了 好我們大概直接跟你講 你大概可以怎麼樣去做 怎麼去選 你去做什麼東西就好了 你就照做 你可以通過 這是很好的騎乘體驗的方式 但是這不代表你學會這個動作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嗯嗯嗯嗯 對 哦 了解 好 那剛好現在講米奇 那米奇就是我介紹 欸還沒講完嗎 大家 我沒什麼好介紹 就是 就是 我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 很厲害好不好 沒有 我被你輸了 我只有這樣子而已 OK 就這樣而已 我又有別的 沒有了 你太謙虛了 好 那換米奇 好 OK 呃其實 呃我覺得我 嗯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一開始 我也不知道 Mountain Bike這下運動 我一開始 是玩其他級別的運動 是滑板衝到那一類 然後我 打壓 更是打不著說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連自己 我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 後來我去到Wisler那邊去工作 然後 我就看到一堆人騎的腳踏車 因為Wisler是 Mountain Bike裡面 就是一個天堂的地方 它有很很棒的一個登山車公園 那 我一開始看到 我就覺得就是 大家從後面也經過 然後我就看他的屁股 就是一條線 到背啊 你知道就是 你快甩 然後有泥巴這樣子 就整個很髒 然後我還記得我就是跟我朋友說 到底為什麼不在後面中 會擋泥板 就是整個超髒的 然後 就是我朋友問我說 欸 你會不會想去我忙看 然後我就說 我才不要 那感覺狀況樹很痛 就是一堆樹 然後一堆石頭 然後一堆樹這樣子 然後 就是 一開始也算是 也可以說是排斥吧 然後 後來因為你在那個環境久了 那我真的 因為我在公園的旁邊的飯店工作 每天在看 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有一天 去報名看看他的Ladies night 就是 專門給女生 騎乘的教練課 然後後來 我就會遇到一個很棒的教練 然後帶我去 呃 體驗 去入門這項運動 我才發覺說 從透過他的教學 我才發現說 其實這項運動 沒有想像中這麼可怕 你並沒有就是看到影片中 喔 要大飛大跳 要摔得亂七八糟的樣子 其實沒有 他其實也是從很基本的跳 他會帶你到一個很 就是安全的地方 去熟悉你的車子啊 去練習你的騎乘技巧 然後再直接帶到 他們的公園的路線去騎乘 然後你從中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項運動很好玩 然後沒那麼可怕 然後從中也會產生你的成就感 就讓你會想要一直去實際去玩 那這是我一開始入門的一個契機 然後我從一開始說 我只戴了一個護目鏡 然後結果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全套式都戴了什麼 全套式戶錦 然後都戴回家 然後我就開始回來台灣 我就買了我的機台腳踏車啊 然後跟著前輩一直到處去騎 到處去騎 那個時候也沒有所謂的 特別有人教我們騎 只是跟大家仰入門 就是大家厲害的前輩們 然後帶你去到處去玩 你去累積你的經驗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遇到了阿丹 叫爸他們 然後我就跟他們一起騎車 一開始也沒有多想 就想說好 就是他們對我也很好啊 也教我很多東西 然後因為阿丹嘛 所以我就漸漸的也是 加入了一些高強度的一些訓練啊 騎乘啊 到處去玩啊 去冒險 然後也有參加很多的大小的比賽活動 像是 XR啊 賽斯啊 然後 或者是像 全國運動會 全國錦標賽 的賽斯都有參加過 那也有拿到 全國運動會的下部賽 第三名的一些 成績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從一般的 好玩 玩出興趣的 車友 然後變到 有接觸到選手的身份 那 一直到去年 嗯 就是 小花 詢問說 我有沒有意願 想去北海牙道 去做 公園的路線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我 思考了很久 因為那時候 剛剛卡到了我 我 全國運動會的賽斯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有選上 台中市的名額 那 就是經過了 失所了一番 那 那 嗯 覺得這個機會 非常的難得 就想說 我不想錯過 所以我就選擇好 我就選擇去到北海道 然後去那邊 學習怎麼做路 那 回來了以後 我就開始繼續 跟小花 繼續做以後 嗯 所以現在就是 慢慢在學習怎麼去做一個 嗯 專業的一個 場地 建設這樣 所以也有在做 也有在做路 然後 嗯 當然就是 像剛剛小花提到說 我也有去考去那個 PMBIA Level 1的教練 對 所以 就是 我從 騎車 然後騎到 有蠻有興趣的 然後去參加比賽 當選手 那也有在做路 跟一間 也有 嗯 剛剛他們也有辦過 比賽活動賽斯 那 後來現在 現在也有在做教學 這一塊 嗯 所以蠻 蠻 都是跟車有關 就是你的 圍繞的中心 就是登山車 對 那你剛剛有提到就是 你有遇到江爸 然後我知道就是米奇 其實他除了騎車之外 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還 如果你有看影像 如果你現在是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你可能會很訝異 就是米奇看起來很像一個 小女生 然後 就是居然他 他可是會開怪手的小女生喔 然後 他之前就是在 嗯 跟江爸他們在 在一起 不只是一起騎車 其實他們也會一起去 騎那些賽道什麼的 就是 常常會去騎那些領道 然後到 之前你們比較常的是 就是騎賽式的領道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他們也會跟我們 就是 米奇跟小花會跟我們介紹 就是之前 米奇在跟江爸他們一起 騎賽式的領道 跟後面他們在從事做 登山車的領道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設計的概念 然後 差別在哪裡 等一下也會跟我們講 那我這邊就是想請問一下 就是 嗯 不知道你們覺得 台灣其實大家都覺得是一個 自行車的建造大國嘛 然後 如果 聽眾還不知道的話 就是我們 我們聽眾其實很多 各種互換運動嘛 大家都會蠻好奇 就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露營的地方 這個地點也是在台中 那台中其實有點像是 世界自行車的心臟 可以這樣講嗎 其實是在台中 其實是在台中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有很多 比如說specialize啊 或者是 欸不行 那這樣子1.0一個 就好像全部都要點到 解安特啊 或是大家聽過 但是大廠 其實 大廠都在這裡 而且有很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 那些 國外的工程師 他們也會被派駐到 台灣的 台中這邊的總公司來做 就是工作 所以 我們可以說台灣 真的是算是一個 就是自行車建造的大國 但是 為什麼這個越野登山車的 林道這麼少 或是越野登山車 卻還在台灣 算是一個很少眾的運動 這個問題 我就還蠻好奇的 你們覺得是為什麼呢 呃 以我個人的 就是理解 就是這幾年的 看到的 那 因為台灣是屬於製造 那所謂的 呃 文化 騎乘文化 在跟製造 其實沒有化上燈號 因為 畢竟 呃 工廠 他們就是一個工廠 工廠的員工 並不是一個 騎乘者的角度 那甚至 老闆 也幾乎都不是從騎乘角度 開始 後來才開始騎的 才 應該會有 但是一開始騎乘 再去做這件事 事業的 我相信應該是很少 但是 相對比歐美 他們是用騎乘 去發展出 開創品牌 或者是 呃 做 不管是大或小 但 甚至是裡面的員工 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 就是我都可以成為 他們 神人 都超強 超會騎車的 每一個人 真的 那甚至很多人 都是travel 的 很多人 那 這個都可以理解 就是我看到了 那 就是 我用對比的方式 在國外 他們的品牌公司裡面 從上到下 每一個人都很愛騎車 熱愛騎車 甚至是高手 甚至是選手 那在台灣 可能真的就不是 嗯 就是做辦公室 做產線 就回家 很累 這樣子 跟車子沒有畫上等號 所以我們缺少這個文化 我們沒有 沒有人 去騎 那 自然的 我們的環境就會比較少 那 這個都可以去推論的 因為 為什麼沒有 因為 你人少 人多了自然會去找 那當然找 你可能找不到 那 可能就會有 像 呃 在我之前有很多人 他們會自己拿著鏟子 去 披荐一些 路徑 然後 對很多啦 台灣 至少有二十 二十幾年以上的 這個歷史 到處都 全台灣各地都有人 去披荐 這所謂的 可以騎乘的路徑 那 那 只是說 比較沒有辦法去持續而已 那 也就局限於 這樣的很小的群眾 所以並沒有辦法去一直擴展 那 如果要擴展 那 那並不是工廠的事情 因為他們也不是所謂的 對 騎乘有那麼有興趣的一個 一個 怎麼講 一個角色 那 騎乘有興趣的通常都是 像 品牌商 而不是 工廠的 代工 代工廠這邊 對 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的角色完全不同 品牌商真的是 熱愛騎乘出來 的機會 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不代表 所以 這是我看到的 大概是這一次這樣 對 然後 我覺得 以台灣的 文化來說 就是 戶外運動文化來說 呃 從事山林的活動的人 真的還是算少數 大部分的人還是比較喜歡 逛百貨公司 垂垂冷氣 我是在健身房 這種 比較室內運動的 那 更不要說 就是想像 你還要帶著一台腳踏車 去到 開車到山裡面去 這個更困難一點 對啊 然後 就像 我一開始在 威神那邊的 第一印象 其實我就覺得說 去到山裡面騎車 這什麼 這什麼概念啊 你就覺得這很危險 或是很容易髒啊 什麼的 就是 整體的一個文化 其實也還沒有 起來啊 但其實 這也是因為 嗯 荒荒相扣啦 因為 人少 政府可能就比較不重視 那你就沒有搶地 那就更不容易被 大家看到 那民眾就更不會知道 嗯 這都是好像想扣的 對啊 我們之前 欸最近就有一些 登山車公園 或者是punt track 比如說像台北市的 那個 變州的那個 對彩虹的punt track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賽事 越來越多的賽事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們覺得就是 尤其是小花 你從以前 這些 呃 從以前看到現在 你有覺得 我們的 就是登山車 這整個 圈子 整個產業 有在快速的發展嗎 嗯 當然 因為我每年都可以看到成長 那 尤其是這幾年 那 我的理解是 因為我們前面累積的 非常長一段的能量 到後面的爆發 讓你看到 那不是說 我們 你現在看到的成就 可能都是好幾年前 可能 甚至是 十年前 在計畫的事情 嗯 到現在 對 一直鋪路鋪路鋪路 到現在 然後終於大家看到結果了 那 大家可能只會看到結果這一段 喔原來我只要去推就會有了 那其實我們累積的 很長一段時間 去鋪陳 這些事情 包含 我的 那個 路徑製作的經驗 也是一個 很長久的鋪陳 才你才會看到 後面這一段 喔 那個成就 其實是這樣 那當然那些 台北這些長 他 他 他其實 對我來講 他的周前 從從無到有 就是生成很短 但是 在前面的 為什麼可以有這個東西的 前面這一段 的人員啊 然後 怎麼去溝通啊 然後協會怎麼產生的 那些 是在很前面的這一段 才會有後面這一段 我包括那個 桃園的變州光源 那 他其實應該 也經歷到目前 至少五年前了吧 因為初期是有找我 那 當然 有某些原因 那當然還是還是別人去做好了 那 那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前面在鋪陳 才會有後面的結果 那包括 任何 路段 你 你現在都可以騎乘的環境 都是很多年前 去慢慢去形成的 比如說 有人找到這一塊 呃 比如說什麼 台塘地啊 他們也默許你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慢慢慢慢的 突然 後面的三四年 突然去形成了 對你看到的都是後面的這一段 那前面其實 可能都超過十年 嗯 那些建設 小花就是前人 前人種樹有沒有 不是 我是中間插進去 對 選到選到好處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在變州公園 就是出現的時候 胖場或者是其他的這些登山車公園 或是可以騎乘的領道出現的時候 都不會像你剛剛講的說 前面其實已經包含你們說要常看啊 或看這個地方 或者是剛好在某一個時間點 這個地主他許可去使用這一塊地 或者是有人 開始願意在這邊 披荐這些領道 這些的 就是背後的那些 準備的時間其實還蠻久 可是好像 我們去騎乘的時候 不會知道這些背後的歷史故事 想說 像之前我們在採訪那個 日本登山車公園的時候 他們也有提到 就比如說 像登山車領道的 披荐跟維護的部分 在台灣跟在日本 比如說日本他們有雪 然後台灣的話 可能就有土石流 又沒有很多颱風 日本也有颱風啊 但因為我採訪的是北海道 所以就那個時候是有雪 所以我想說 關於在台灣的登山車 就是怎麼做 披荐跟維護還有包含 跟針對台灣的地理與氣候的話 有什麼樣子的挑戰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講到所謂的披荐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有一個標準的流程 並不是說一個 就是看到地就去做了 那是很久以前在做的事情 那目前為止 你說到的那個被害到這件事情 他用的就是 跟我們在使用的是一模一樣的 叫做 到IMBA International Mountain Bike Association 就是 INBA的系統 那這個INBA的系統 在僻建的時候 我們會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評估 那評估就是說 我們會看這個 去現場看山市 粗略的山市 還沒有進去 就是粗略 然後看他的地級 等高線啊 他的範圍啊 就做很多的評估 甚至還要評估 你的資金 你應該會知道 那個 TwinPick就是這樣 那就是很重要 就是資源 你不能只是想 喔我想要做那個 就去做 不可能 對你要先評估 評估過了 那需要一段時間 OK 都可以 我們才會 拿一筆錢 進去做所謂的計畫 Planning 計畫 那這個計畫 要看場域多大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 走路山林 去了解 很多不同的地形 然後 再去做 做後面的計畫 就是說 我們計畫是這樣子的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們去 前面的人都去開路 開路開路開路 就是一般人 應該丟著他去做路做路 做完之後 才去 思考 這個難度在哪裡 然後我們再去評鑑說 他應該 這蠻簡單的 我們要把它評為 南線 這很困難 那我們就評為黑線 那我們的計畫 到第二第二段計畫 就叫做 先設定 先設定 我們今天 這一條路要做給誰用 譬如說 我要帶 一般人 都有騎乘經驗 可以騎的 但是並不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可以選擇 製作一條 藍色的路線 我們會有分等級 綠色藍色 黑色 雙黑 平顏色就知道 它的困難度 所以在藍色的狀況之下 它的騎乘條件就是 輪胎都幾乎可以不離地的那種 滾動 你都可以騎 新手都可以騎 沒有動 對沒有動 不會讓你摔傷的這種 很好的地方 那 綠線當然是更簡單 可以帶著 push by push by 對 去推的那種很平整的 那 那藍線就屬於 有一點坡度 那 並沒有什麼 可以讓你發生危險的 那種會飛起來 輪胎離地這種 所以我們一開始 會有所謂的 planning 就是計畫 計畫 計畫好了 我們會走進山林 然後做所謂的 比較差旗子 就是一個 作為設GPS的點 我們這條路 從哪裡開始 一直到最後 然後它的平均坡度 是在我們藍線的範圍之座內 那裡面的任何的路線 會經由我們去探尋之後去產生 所以這需要更長更長的一段時間 非常長 那它也需要經費 大概會需要多久的時間 看廠域大小 看地形結構 看天候 看肚子怎麼之後 有痾痾之類的 痾痾 我要出去 之類的 對 就是很多條件 那當然我們 基本上都希望越快去執行 越快做化路 這是最好的 那 最好的狀況 通常你有機會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個很大的區域 可能不會只有一條路線 你可能會做綠線 你可能會做藍線 你可能會做黑線 就是一個by part 你才值得去做這件事情 當你有這些條件可以做的時候 我通常講國外 因為我不是在北海道 我還有在其他的地方做過這件事情 那做這些路線 當你計畫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去尋找你的工作夥伴 當然我們自己也應有 那就會去 因為我們互相工作是有默契的 所以很快的就可以去完成 我們一開始的計畫 所以路線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它在一定的標準下 一個路線的一定的標準下 去製作出來 而不是看路做路 所以先計畫好 已經先計畫好 包括高度 包括寬度 包括它應該要什麼設施 我們說feature 就是說轉彎 或者是一些高低起伏 那最最重要的 也許在台灣就是做排水 這是在亞洲國家很難避免的 這排水是相當難做的 那它牽著的東西也相當多 並不是只有單一個點 你看到的是單一個點 但是製作它的時候是全面的 你要當前顧後的去製作 才製作成出那個點 對 但是在亞洲的話 這個點會很多個 不會只有一個 就是一條路上 你可能會發現到處都是 一個兩個三個五個 因為亞洲的山市都比較陡峭 那雨水又多 所以這次為什麼會比較多排水點 對分流去排水 而不會去集中 集中的話很容易去水切 所以我們不會讓雨水去 去有點像累積擠壓在山林裡面 我們要迅速的往土壤內把它排掉 而不是讓它吸進去 就是排掉 所以會保持一個很乾淨的地點 那 就相對的 嗯 土石流動或是風潔的那個狀況就會減少 很多人都問我說 欸這個下雨不會壞喔 我做的東西從來就不會因為下雨壞掉 從來就不會 我們前幾天就最近一直暴雨嘛 然後我們就有去看過場地啊 原本也會很擔心人會很糟 結果 好棒耶 我真的超讚的 對 其實下過以後更好看 通常我都是這樣 做完之後很喜歡下去看 當然是會看 譬如說小積水的地方 我們去補一補修一修 那去調整 再來就是看 哇那個畫面真的是太舒服 有點像那個 怎麼講 洗壓給過後那種 對下雨很濕濕的 做完了以後 再經過老天爺的考驗 然後就 嗯好 很棒 收到墾丁了 很扎實 這樣子 對 如果真的有發生一些問題 那也好 趕快發生 就是去解決 然後去想它改善 讓整個場地可以一次一次的更好 對啊 那我們的流程是 我們使用兩部挖土機 然後集後面的工作人員 那 第一個挖土機的人 他比較重要 他要去尋找我們 之前做好的GPS的點 就是之前的所謂的 對 然後把路面做到我可以通過 就是很粗糙 完全 連行走都很困難 就是挖土機可以行走過的 然後我是第一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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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要把我的畢生所學 用盡 就是把它做出形狀 即興發揮 對 即興發揮出來 就是 照他的路 他找到的路線去進行發揮 所以我們就 不太可能會去改變掉 因為我前面已經 他已經有 有點像 他引路了嘛 所以 他會把那個坡度控制好 所以我就不會去 離開太多 但我只要專注在做 我想要 讓大家覺得很有趣的路面 這樣就可以了 那 畢竟還是挖土機 他還是會有點粗糙 那接下來就像我們一樣 他們就會幫忙把 東西做到 100% 就是完成面 修 對 就是拿手工具的部分 就是把它修到完成面 對 那 那這個 通常我們就是 就是講 我們三部分 就是這三部分 第一個就是叫做 那個找棋子人 第二個就是掃地 就是我 他就是化妝 就是 對 我們的工作就是很簡單 就是找棋子啊 然後掃地啊 然後你的化妝 對 就是 挖土機要完成大概 約80%的東西 嗯 化妝就是 去把它點綴一下 去把它完成到 完成剩下20% 然後 只要我們完成了 那就是 百分之百那一個區域 就是完成了 這樣子 喔 那你其實介紹說 剛剛為什麼去北海道 這件事 其實 其實是因為 我們經歷了大概 一個 多月的 那個 我後面的工作人員 其實是 都是 當地找來 的 日本人 或者是 外國人 喔 那大部分 絕大部分 都不是專職 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等一下 去教他們 做 那其實 底面很多時間 那再來就是說 很多 很好笑的一點 就是看 他怎麼都找一些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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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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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 宅男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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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會乾乾叫 我說我鞋子都濕了 蛤什麼什麼 有蟲什麼之類的 就是早上的入水 會讓鞋子濕了 然後他受不了 然後也無法拿鏟子 什麼就是 整個就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慢慢做 就是 我要讓自己 吸氣一步 但是 十天九樓還是覺得說 夠了夠了 對 我會跟我隊友討論說 嗯 是在換的人 在換的人 所以 變成幼稚 對 因為我後面是 等於是我的員工 我在控制 那 其實我也 等於是 發援了不少人 一共八個 心累 對 一共八個 自己做 有的是自己走的 很多是自己走的 對 我愛照顧他 所以 所以這是比較困難 因為 Travel Builder的圈子 就是 你要我們耐氣候 嗯 這是很重要的特點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能不能找一個信任 那 一開始其實我 從來都沒有想過找女生 嗯 對 然後我就看到 欸 尤其在日本玩的 什麼之類的 我不應該只找男生 我應該可以找女生 而且他都有跟江巴在後面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山林裡面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在氣候吧 對 也是一個問號 對 所以 對 沒有啦 因為說實在的 我要找新的人 當然是先找台灣人 對 然後找過來就是 也喜歡登山車的 呃 不只是喜歡 你要會騎乘 嗯 重點是 會坐路的人一定會騎乘 再來就是 你可以在山林裡面 嗯 對 那台灣 我想來想去 想不到第二個 嗯 就是有經驗的 在可以在山林裡面 拿 拿這些手工具 當然可能有 我只是沒想到 保險各位 哈哈哈 對 就是 那我就 因為剛好手機看到 他在日本玩 然後 所以晚上喝酒的時候 唉 我是應該打電話給他 我們看 對啊 所以 因緣機會就這樣 就找到 過來日本 這麼靈機移動 對 不一定要男生 所以你 因為你之前的名單裡面 可能都是男生 都還沒有掃過 然後剛好看到米奇在 那個迪士尼玩 然後就覺得 欸 這個迪士尼的女生好適合喔 沒有啦 因為我知道他有在山林裡面 跟著江巴這樣子 那 那我想說 這應該是蠻適合的 一個人選 因為 找當地 日本 其實也不是當地 他們有的是從東京來 大阪來 然後 然後甚至來了一個星期 還沒進入山 然後就回家了 oh my god 不是說還沒有出現嗎 有啦 就住在我們那裡 我們是租一棟房子 然後租在那裡 然後 然後 老闆大家騎車子 第一天就摔傷了 然後就 就 我要回家了 看完一個星期之後 然後拜拜 哈哈哈哈 瞎眼 對 甚至連 連上工的機會都沒有 喔 但我覺得他應該也不行 對啊 就不要勉強了 我們不要互相傷害 沒有 畢竟在山林裡面 雖然一度是人性 但 畢竟還是山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對 那你們之前就是 剛剛我們也一直提到 就是在日本內山車公園那邊 就你們剛好去年都有在那邊坐那個車道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在那邊的經驗嗎 當然就是我們早上起床嘛 你們多少就起來 我們7點50 要在Lawson 沒有沒有 不行去Lawson 要去警車艙 哈哈哈哈 不想你講了自己的行程 這樣子 可以講Lawson 好好笑 然後 所以我們早上就是 因為我是習慣吃早餐 因為就像小話說 我們在山上 我們還是會有點時間 然後我是有點不耐餓的 我可以耐熱耐冷 耐潮 但我不耐餓 所以我一定會準備我的食物 所以我就會先吃早餐 然後通常我都是在家裡面第一個起床的那個人 然後就開始吃 然後其他人就是開始慢慢 在那邊刷牙洗臉啊這些的 然後 我們都弄完了以後 我們就會一起坐一台車 然後一起開過去 到跟老闆其他的地方 在一起開上山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做啊 然後有時候 像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是去8月到11月的樣子 然後所以我經歷了夏天秋天跟冬天 那夏天的時候 剛去的時候真的是熱到 其實跟台灣一樣 夏天一樣超熱的 然後可能又35、36 然後又在那個高山曝曬 心中下 真的是嚴峻的考驗 然後 後來就是 我去的時候 大概就跟小花相處兩個禮拜 然後他就回台灣了 然後我就繼續做 你就放曬他了 哈哈哈哈 還有我有把SOP留下來 如何生活 不是生活 要生存 生存 還有丟垃圾 對 對 這個丟垃圾是另外的故事 然後 然後我就去 後來我們就是從 底部嘛 然後就 到差不多是9月10月的時候 我們就回到了山頂上 所以到那個時候已經是要轉 有點秋冬季的時候 所以很常在 就是 那時候天氣就比較不穩定 又是下雨啦 不然就下冰雹啦 不然就 坐到一半下雪了 都有 然後 所以就是天氣真的是蠻 蠻是一個考驗的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 一下很深刻 就是 我們在後面做掃地嘛 結果那時候 它這個冷到一個炸掉 然後 因為我的WTF 池上目鏡拿了 所以我只是 我只有一件薄的外套 我真的是動到我手 如果不能抖 我就插口袋 然後用腳去踢 去踢踢踢踢踢 去產生熱能 那時候真的是快死掉了 嗯 在北海道真的是會 天氣變化得很快 對對對 然後 我還記得有 我還記得有一次 那一次也在山上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那時候很常播Thunder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播Thunder就會下雨 什麼是播Thunder Thunder那首歌啊 哦 你是播一首歌 只要播那首歌就會下雨 對不知道為什麼 求雨 求雨歌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做得太累了 然後 可能工作的一個氣氛 沒有這麼的恰當 然後 所以就是大家會 有一天天想要學 尤其是Trail Builder的 Ground Step 其實是一個蠻 勞累的一個工作 因為你要一直做 一直做 你需要運動到你全身 嗯 然後 呃 因為後來的 呃 工作氣氛比較不同 所以你比較沒有辦法 照你的一個方式去修行 對 然後那個時候 你講話很委婉 哈哈哈哈 他現在只是不想爆料 大家應該可以聽得到 他的那個 那個 畫中油 哈哈 但還是做得很開心啦 至少我的同事很好 大部分的同事都很好 對對對 那你們這樣一天 一天大概要Trail Builder 就是你們要在零道裡面做多久 七點起床之後 嗯 為什麼我剛剛說 休息很重要 那就是因為很想看 我去那邊做三個月 那我們如果正常來說 如果一天是要做八個小時 就幫我們工作收了一點 嗯 當然就是體力進去 你就說 你剛剛開始說 好 這十棒石頭是難的 可以啊 你連續半個小時看都會 哈哈哈哈 所以 休息很重要 你知道正常快樂的一個 工作環境就是 你能站就不要 你能坐就不要站 你能躺就不要坐的感覺 就是當然你坐的時候認真坐 啊休息的時候就是要休息嘛 對不對 然後 嗯 總之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去玩Bow Thunder 然後就下雨 你們是囚雨喔 你們是故意的嗎 對我們是囚雨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就看天氣 你們就要下雨了 你們就可以休息了 然後 結果我們就真的 真的下雨了 唯獨我們高山的那一塊 外桶全部都下雨 只有我們那一塊沒有下雨 哈哈哈哈 然後雨就飄下來 然後很漂亮的彩虹 然後就跟你們無關這樣 對我們要繼續走 哈哈哈哈 然後就很多很多辛苦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Trail Builder Trail Building這一塊 就是你可以跟一些 嗯一起工作的人 有產生一些共患難的感覺 尤其是我就很有趣的是 我們的團隊有來自日本的 然後 嗯 也有 我剛剛就是有講到東京 那個東京的人很狂 他從東京都繞過來 騎腳踏車 然後騎到北海道這邊 就是說那個 一個禮拜就回家 北海道 不是不是 北海道不是日本 所以是日本人 哈哈哈哈 笑死了 對我會覺得北海道不是日本 對 北海道就是北海道人這樣 對 要獨立 對 哈哈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物質別客人 但是他會講韓文 他害我很猛 所以我們有 然後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會 有不同的語言在講話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就用不用 我們就有時候會聊天 然後就 還有Nick 那個時候他就是英國人 他住香港 對 然後後來 我們就會就說 你用你的物質別客語 來去做示範之後 你要怎麼去教人 就很好笑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苦中作樂 就是自己去拿工具去拍拍拍 我們 在北海道 我工作那個老闆 我們除了三寶 每個人都拿三寶 就是鋤頭 趴子跟鏟子之外 我們的老闆還有他的寶貝 就是我們就叫他人型 挖土機 挖土機 就是你不是會去 就像Shuffle 你不是會去拍打嗎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長的木棍 配上很長的一個 那個怎麼講 拍打的那個面 他很瘦 然後就像挖土機去拍 去打東西一樣 你聽起來真的超累的 很累 真的很累 但是我們有時候 就搭配著我們自己的歌 去跟著節奏上去拍 就覺得很有趣 苦中作樂 對對對 我們就幾個在後面苦中作樂的感覺 那你覺得就是 你做了這麼久 然後那個成就感 在你就是結束 你們build 一個trail之後 應該是蠻有成就感的吧 你覺得你會 就是在這個體驗之後 你會還是想要繼續做這件事 所以你回來台灣 繼續做這件事 一定是因為 我喜歡啊 我覺得做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你可以結合著 你 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做trail building的這一塊 應該 就算你沒有真的碰到車去騎他 但他也是可以提升你的騎乘經驗 因為你要想像你要怎麼騎 你要去做出來 所以為什麼小花說 trail builder要會騎車 因為你要會有一定的概念 才能做出來好玩的 feature 好玩的路線 然後才會讓人家想要來玩 對啊 所以小花你開始就是 你應該是先 你是先騎車 然後開始想說 我想要見出自己想要騎的賽道 而開始做這件事 我開始拿產值之前 當然是先騎車嘛 就是騎出興趣 那一般就 開始就是騎on road 公路胎的那種登山車 然後騎一騎就很無聊 然後就開始 以前資訊還是有 就開始找人家騎什麼領導 領導這樣騎 然後後來我發現領導可以騎 但是還是太無聊了 所以我就走向步道 那步道又太難了 對 就是基本上太難騎 不可能騎 又容易 所以 我領機動自己動手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開始 所以自己動手 因為實際上 到目前為止 也是在跟大家講說 呃 我們製作的路線 基本上也不 就算是我們製作的 呃 藍線 綠線 可能也不適合走路 對 因為 它是給騎車用的 所以走路起來其實也不舒服 嗯 所以其實 你用登山路徑去騎 可能要適合某些人 但它不太適合所有人 對 那所以 所以我們 就是它的差異性 所以 呃 連製作方式也可能也不一樣 嗯 所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兩件事情 並不是說 你看到的路徑 它就是給 所有人用 它有 它其實可以專用 所以 這是一個區域 那剛剛 我們在講那個 北海道的生活 對 對啊 哦 總之 就是我們這樣工作完 我們下班的小確幸 就是我們會一起去超市去購買 然後我們就會討論晚上要做什麼 像我說 我們就會做一些無腦的食物啊 或者是我同事終於下廚了 我們就會看出 你今天做的什麼東西 這麼好吃 每天都有異國料理 對對對 或者是我們像那個 東京城他們就有做他的那個 大阪燒給我們吃 然後 或者是有那個英國的朋友 他就有做的Spaghetti給我們吃 就覺得 就 都蠻有趣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很棒的點是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點是 我去北海道 進步的不是日文 而是英文 因為我們都在英文講 所以如果今天有其他聽到這個 這一集採訪的人 他們如果日文不好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就對 就是你 只要英文可以溝通的話 而且 我們台灣人有個好處 因為他們有漢字 所以 你就可以看 這個大概是幹嘛 這個大概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你可以看 你看得懂那個國字就對了 對對對 而且你們是不是休息了 就是休假的時間 你也會去到 就是二世古那週遭去啟程 就是 也可以算是一個旅遊的假期吧 對不對 只要天氣許可 就是 只要不是下雨的時候 像 Twin Peek那時候開了以後 就是 我那時候 嗯 Twin Peek就是 它開幕的時候 我有去嘛 然後就因為 藉此認識的那邊的 協會的人啊 還有做 道路 Trail Builder 那邊 然後後來 在 嗯 跟他們認識以後 有時候休假遇到 我就會上山騎一下 或者是我就自己 快想去溜一下 因為 嗯 他們開幕的時間 後來就是 天氣越來越不穩定 就是一直下雨啊 或是下雪 不然就是最糟的 比雨跟雪更糟 就是Snowbug出現的時候 Snowbug 我那時候印象深刻 天氣爆好喔 結果你看過去 就跟霧一樣 那是那個霧 對 那個不是霧 那不是水氣 那是蟲 每個騎過去的時候 你就是 滿臉都是蟲 那個真的是棒 好可怕 馬上把我 擊退回家 哈哈 想說可以回台灣囉 玩夠了 對 所以如果去北海道的人 10月10月不要去 喔 可以去9月10月 但10月10月真的不要去 要下雪之前 就會有這些 9月10月可以 我覺得 而且那時候剛好那個 轉楓宴很漂亮 嗯 然後 我們就除了去 食物之外 就是有時候 真的很堵爛的時候 吃那個 Softo 就是那個霜淇淋 對 吃了各家的霜淇淋 然後 或者就是我們會去 泡那個 Onsen 嗯 對對對 真的一定要 能泡就泡 回來台灣就覺得 完全不對勁 好那我們來問一下 小花在日本那邊的生活的部分 喔 這其實蠻有趣 其實去日本工作前 我大概網路上搜尋了一下 畢竟在山裡面工作 然後就是 看了一些 一些前面的人寫說 啊 日本是沒有蚊子 然後想說 這麼好嗎 真的嗎 然後其實 因為我們可能 我猜是這樣 氣候不同 大部分都是血液氣的 然後我是夏季 不過蚊子被頂到 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好處是 那邊的日本的蚊子比較 而且那時候 北海的蚊子比較笨 超容易抓的 你這樣彈都可以彈到它 哈哈 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們在山裡面工作 在那個滑雪場工作 做這個 燈彈車公園的時候 我們遇到最大的 的蟲 蟲害 是 有兩種 那個 都 其實它 都有可能造成你生命危險 我有去上網研究 對 第一個叫 BUYU BUYU 是日文 B U R U 對 Y U 對 BUYU 它有點像 很 很 很肥的蚊子 有點像吸飽血的蚊子 它本身就是 那個後面很大 有點像蒼蠅 但是它是蚊子 它會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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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數量很多 那叮完之後 你會 腫脹 像我被叮到嘴唇 變成香腸肘 很大 然後手 貼照片嗎 會腫那麼大 然後過了兩天之後 然後我有去抹藥 就是趕快去藥局 但是 它的腫脹是 過了兩三天之後 它的腫脹是變成很痛 什麼痛呢 你將人家拿棍子打你 之後的那個痛 所以是很恐怖 那個文字很恐怖 然後我看那個報道是寫說 它甚至如果有帶兵去 它會引發什麼東西之類的 會死亡 天啊 而且它蠻多的 真的蠻多的 連日本人齁 他們 十月十月的時候 我們在山上 他都要戴起那個 像是 防蟲 防蜂的那個帽子 都要戴著 因為它已經被叮到台了多次 也就是叮到眼睛整個腫起來 十月份的時候 就是在山上的時候 就是他們有這種腫 很恐怖 但是 有解決知道 就是 我們每天 早上 開車去 Lawson 就是背後有一個 尖尖的那個山 但是不是富士山 是 我們叫 羊蹄山 對 像這裡就有一間 那個Lawson 然後我每天都在喝咖啡 裡面就有賣那個防蜂液 有像 因為他們當地人 他們知道 所以它賣 它就只有賣一種 對 但是你可以去藥局買 可能比較便宜 你就拍下那個品牌 然後去賣 那個就是有用 就是我就插在那個旁邊 那油 就是跟台灣一樣 就噴了很多防蜂液 Hokai do only 對 就是Hokai do only 天哪 就是 但是它很有用 那也很涼 不錯 只能靠那個東西 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 更噁心 它是黃色 它這麼大 它很像蜜蜂 很像虎頭蜂這樣蜜蜂 黃色 黃黑 但是它的頭 像一個蒼蠅 就是敷衍很大的 像蒼蠅 然後它咬你很痛 它沒有躲 但是它就是一直 它具有攻擊性 它就一直攻擊 它講一個笑話 就是那個 烏茲捷克 那個後面 它是我後面 做得最好 一直流行 一直生存下來的 沒有被我敗 他人很棒 對 他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他對那個工作 工作沒興趣 哈哈 沒興趣喔 對 他沒有興趣 但是他做得超好的 刁打很多人 刁打很多人 對 但是真的做得超好的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是 沿著路線這樣 好像知之情這樣做 就是我們一開始 是做最困難的路線 就是 滑雪道的黑線 走 那裡面也是黑線 所以我們做的是知之情 然後 我到這一層 轉換過來的時候 他在我後面 就是一個人 就是那個 他叫阿里 他就在那邊 拿著產生 然後我就會看到他 這樣 這個人是瘋了嗎 他怎麼會拿著產生 然後 後來 後來輪到我了 就是很動 跑過去 對 然後我就看到一隻 很像蜜蜂的東西 然後 一般遇到蜜蜂 我就不太動 然後他就停在 停在我的那個 那個機器旁邊 然後就這樣 然後後來又飛在另外一隻 就是兩三隻 開始了 然後後來 我就不理他 繼續做 然後發現 我真的咬得痛 突然就被咬了 很痛非常痛就是 好可怕 然後就是趕 然後他就是 很難趕走 他就一直在那裡繞 然後我就順進 就是 像那個阿里勇 我也夢了 他趕不走 而且他沒有藥 可以治 天啊 還好他沒有毒 不會說腫起來 但是咬很痛 你要那個蜻蜓 他會叫蜻蜓 有一個 姐姐知道 就是後來 一個日本朋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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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北海道當地人 他就知道 跟他講 然後他就送了 我跟我朋友 各一隻 就是 塑腳 假的蜻蜓 然後就 掉在我們那個機器上面 對 那個蜻蜓 在 就是假的 假的 就是一隻蜻蜓 欸 真的就有用了 他就不敢靠近了 所以這是解決之道 就是 對 然後我還把他帶來台灣 就是掛在我們機器上面 太好笑了吧 就是蜻蜓 就是蜻蜓的由來 就是他趕那個 但是也是 他拍到 阿布 阿布 對 所以 阿布 所以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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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隔壁 對 他們也是被叮得很慘 尤其是那個菇佑 天啊 他們被咬得很慘 對 每一個人都中著 喔 比蚊子 比蚊子 然後 真的心情不好 看看羊蜓山 被叮得看看羊蜓山 對 他就在我們的正對面 正對面就是 每天都在看他 羊蜓山 每天看看牡蜓 對 每天看牡蜓 他是我們心目中的神山 神山 還可以喝泉水 你們的富士山 對啊 大概就是 好啦 一天的工作就是這樣 樓森喝咖啡 上山工作 下山到超市 還有小心狐狸 狐狸 狐狸 狐狸會拖走你的午餐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們午餐 就是我們會背包 就是帶自己的水 就是一天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會在下山 因為離城市有點距離 所以我們會在那裡吃午餐 那一開始米奇亞沒來的時候 我們那一面比較困難 我們每天要爬 20分鐘 是用爬的 爬的裝備爬 爬 甚至我們要 帶20公升的那個 那個柴油 去加我們的機器 天啊 就是這樣 每天這樣爬 所以你說那個 三鞋 那個日本人受不了 所以 他們連那個都無法 所以我們要 有點像登山這樣 每天要花一點時間去 去到工作的地點 對 然後就是這樣 下山 很快樂的下山 下山那種 這樣子那種 跳下來 對 因為想趕快回去嘛 因為回去 要看時間 現在六點 七點 七點半 那個阿嬤開始 在貼貼紙的 就是超市 打折時間了 對 然後就 我們就轉來紅了 不準阿 那個Local 旁邊對 大家都在想喔 時間大家貼貼紙 對 人家貼貼紙 對啊 就是 因為在北海道 其實就是 突然有一天 我發現 我不應該吃便當的 便當大概五六百塊 一個 然後後來我就 會自己買肉 因為我自己會煮飯 然後買那個 十公斤的米 就是回家自己煮 然後 每天都煮飯 然後說的是有惡人吃 反正米很便宜 然後 我就買 譬如說吃膩的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們從今天開始吃魚好了 想吃鮭魚 好啊 我們先來一個禮拜 每天吃魚 三天 對 然後就 一開始是用煮的 就是鮭魚 就是我們有那個 活魚食吃 那個Air fry 對 然後他又很喜歡買那個 那個什麼 米手 米手 然後我就用米手 那鮭魚都是盡量買北海道的 嗯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看到 原來 神魚片這麼便宜 才三四百塊 對 三四百塊 北海道鮭魚 就是一整個 一盒 才三四百塊日幣 欸這個超便宜 很便宜啊 就是台灣你買也要三四百塊 對 甚至有的是北海道產的喔 就是很好的鮭魚肉 那都賣啊 哈哈哈哈 吃很爽 所以我們每天都越吃越好 真的是越吃越好 然後就這樣子 呃 一個月過去都在吃鮭魚 好爽 有這樣子的經驗 對一直吃一直 所以一直到他來 我不想放影片 我們走出 走出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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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超市 然後就抱著人 很大聲 哈哈哈哈 這樣子走 我還買了鮭魚卵 有時候鮭魚卵還多了 早上就拿吐司 然後放鮭魚卵上去那邊 喔好爽喔 超捨華料理 其實很便宜 但真的很便宜 好爽 在北海道真的 趕快吃當地的那個 魚跟奶類都一定要 對 雙麒麟 吃掉10年份 哈哈哈哈 我有個朋友 就是他那個 那個12月來的 他就說他這輩子不吃 雙麒麟 我就說 我不相信你 他每天都要吃一隻 哈哈哈哈 到北海道就不一樣了 對 那是因為你還沒吃過 北海道的雙麒麟 但是你還沒吃過 你開了北海道後 他就不吃了 我沒吃啊 有啦 我去全家試了一次 我失望 哈哈哈哈 不是牛奶醋 放我回去便宜了 哈哈哈哈 想念溫泉 不了解這些顏色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們請 就是小花跟米奇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這一方面 現在我們要很強力的去告訴各位 我們路線一定有分等級的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我們有分 從最簡單的到最困難的 最中間大概 我們會分成四個顏色 就是綠藍 黑雙黑 那 我們 我們當然也有在訓練人員如何其成 那我們也分成那個 初學者 然後到 進階的 然後到 很會騎的 高級的騎士 然後到第四個是 叫做 我們叫Pro 就是專業的 專業的人員 那 所以這四個剛好 你可以 好像可以對應那四種不同顏色的東西 所以 你只要 用自身的能力去判斷 我們 你看的告示板 我是初學者 我又看綠線 那我一定沒有問題 我今天可以騎在這裡是安全 那我今天有騎了 一兩年了 我都可以認識 其實你要騎乘藍線 其實基本上一定沒有問題 那 你有在更精進的練騎 或者是去找人家學習什麼 騎車 你可以去挑戰黑線 甚至算黑線 這些 只是 它的等級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 你說會造成很危險嗎 出門一定會有風險 但是 你按照你的能力跟路線的等級 去 去騎乘的話 其實 在風險的 危險的程度上 會降到最低 一定會降到最低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系統 我們不需要去發明 這是在國外的事情 而且我們只要拿來用就好了 像 Plimpeed 就有那個地圖 但是台灣 就是還沒有 目前我騎的時候 都沒有看過 有標示這些顏色的線 在台灣就很難 前面都有一直在做 但是 會有 有人去 破壞嗎 不是破壞那個 是 把 路徑變成 不是那樣子 所以我就要把它 說 譬如說 有一些路線 我定義成藍線 但是 可能會有 後面去修組人 把它做成 有點危險 那它的定義就消失了 對 譬如說 藍線 它應該是藍線的 或者是 綠線的 它不應該有 導致人家危險的 洞 對 紋胎離地的這件事情 可是 後面修組人 卻去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就要把 這個定義收回 對 這個定義是 可以由我來定義的 因為 我們畢竟是可以去設計製作 所以 定義上 你可能沒看過是因為 我自己一個人沒有辦法去一直推廣 我們需要有人周遭更多 大家願意去朝著這個方向 願意用那個 國外的 人家事情已久 很安全良好的制度 去做定義 然後 去 修組的人 因為 不困了只有我一個 還有 天堂還有 大家曉得出來 很多人都會去修組場地 那 他們如果願意去照這個制度 那就會產生更安全的騎乘條件出來 對 你只要沒有follow 就會有問題 這樣 譬如說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提到說 好 我們有定義的是很難的 但是還是有人跑進去就受傷了 那這個我們通常說 當然 看字 看 因為我們 假設他是一個合法的 在國外他是合法的 他有表示這已經算黑線 然後一個初學者 一個小朋友就跑進去騎 然後就摔傷了 那其實要風險自負的 那其實要風險自負的 因為我們有告訴過 這個也是需要很困難的 那 通常在困難的路徑 我們設計者會 其實我們蠻聰明的 就是會 也不是我發明的 對 我們會做一個篩選制度 這個篩選制度 我們 英文叫 松鼠骨首 Score Score 松鼠骨首 他們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路線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路牌會告訴你 這是困難的 你是必須要具備 什麼樣的騎乘條件 能力 你才能騎這條路線 那 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可能有兩米的落差 哈哈 你就會牽車回家了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阻擋你往前進的東西 那還有就是說 可能會在路中間 它是一個大跳台 它是有個樣的 但是在大跳台之前 它是一個困難的路徑 很難讓你產生速度 你根本無法飛 沒有速度飛不起來 嗯 對 那這個東西 就是你必須要是一個高手 你才有辦法保有速度 然後又可以飛起來 哦 像某些地方 我就實際上做過這件事 所以也證明它是很安全的 你看不起來 你就會一直在 輪胎沒有離地的方式 一直在提醒 對 也不會讓你發生危險 嗯 這是我們說的那個filter 就是過濾系統 好酷 對 這真的是一個專業 設計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個人意見的想像 你要照顧到大眾 嗯 你要follow你的那個 一開始的計畫 一開始計畫 我們可以有很多人去發展 就是不知道你有什麼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然後我們去 即時廣益 對 即時廣益去做出這件計畫 然後我們再來實行 對 然後再 像我的角色就是做那個燒地嘛 就是把那個地燒出來 然後就是把那個 除去做出來 對 就是做 譬如說做school occasion 這件事情也是我在做 然後再有化妝師幫忙把它美化 變得更好看 我說舉例來說 就是可能跳台前面 就是我們就會有一個彎 那如果彎不好的人 你速度出過來 你跳也跳不過 對 你只能騎過去 就會相對就安全 嗯 然後我覺得就是他們 我在北海岸那時候 有看到他們做路線啊 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 嗯 這條路就是定義給藍千 那它有個主線道 但是就是小哈馬還會在 路的一盤 在能製作的範圍內 去做出一些神秘的路線 不要偷講 可以講 其實我們都會做一些 自己的喜好 但是它還不至於危險 但是就是有一點挑戰 但是 那個是其實 那個有個要求是 你必須是要有騎乘能力的 你才有辦法去看說 少是路配才說 喔 因為它這裡感覺有一條路線可以玩 隱藏路線 對 其實隱藏路線是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都已經想到了 大家都有 看到那裡還可以偷騎什麼 其實是我們做給你騎的 不是偷騎的 難怪你是阿南走的路線都跟我不一樣 沒有 沒有那些路線 假設他看到哪些路線 是在我路線他看到了 那個是 我已經偷偷允許去做的 讓你看到 原來你也可以有另外一個騎乘風格的路線 對 其實那個是 是我們都在我們計畫中 好酷喔 但是他不會是一個直覺的 如果你直覺的氣 是不會遇上這些東西 就是給高手的一個 怎麼講 正品 像我們這種就是初學者 我們一定是找最平的那一種 沒有意外的 但是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們還是會在你的 譬如說藍線的範圍 他不會讓你無聊 這是設計的功力 就是讓你覺得還是很有趣 騎起來很好玩 對不會是就是 喔就這樣而已 平平的轉彎 平平的轉彎 那其實是蠻無趣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好玩 對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在你們一開始 因為我記完仿鋼的時候 然後你們有提到說 欸想要分享一下 這個路線的部分 對 然後一開始我想說 嗯這個分享 感覺就是講一下喔 登山車也是跟滑雪一樣 有藍綠 就是這些顏色的路線而已 我想說很快就講完 但我沒有想到 原來這個後面還有這一些 然後包含 的確在台灣 因為很多那些領道 是開放式的 那如果你一直去騎乘 可能某一天你想說 我這邊我想 像碉堡 或是那些 大家可能想說 我這邊我想要可以飛 或什麼 他們就蓋一個會飛的 但如果之前有 像你說的這些 藍色或黑色的路線 對 大家不知道的狀態下 他們就不知道 有這個概念狀態下 很有可能就會去破壞 我們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怎麼去評估你的等級 那很簡單 其實你也可以去透過 像我們的那個 指導員的教學 你基本上只要通過 LEVEL 1指導員的教學 那基本上 它可以讓你 可以騎乘藍線的能力 嗯 就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你通過那個 LEVEL 2 像我可以教你到 你可以騎乘黑線 甚至雙黑線的等級 這是一個差別 所以你可以通過這些訓練 當然到騎乘藍線 其實也可以不用去 就是你的騎乘經驗過 你去試著去騎 慢慢騎 因為我說過藍線是 任何人都能騎的 都可以滾動的 甚至新手也可以去挑戰的 所以 你騎久了 你還是會有這些能力 那你想更進步 那你可以去上課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級來講 都有 它都存在這些系統 你可以去 按照這些系統 就 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你也會得到更多的樂趣 然後 會學到更多技術 嗯 對 你會看到更多的東西 那就是一直往上 跟滑雪一樣 你初學租了板子 你就會 看到雙黑 你真的會跳下去嗎 我猜你應該不會 哈哈 不會啊 對啊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對 大家可能一開始是看到那個路線 但你剛剛講到那個 像上次我跟米奇去騎 Twin Peaks Bypass 也有比較難的路線 但他說我們就是 當你沒辦法騎過去 我們最常講的就是 牽車不可恥 就是下來牽車這樣子 那應該是黑線 那應該是黑線 那是黑線 那條是黑線 那條是簡單的黑線 那條是你都可以貼著地的黑線 它黑線第一代就是因為它路雕雕磚 然後比較難一點 然後比較Rocky啊 比較滑這些的 對對對 當然 我會帶你去是因為 我知道你可以騎 哈哈哈 它是安全的 它是安全的 對啊 畢竟其實 雖然第一代它為黑線 但畢竟有時候 你還是要設想到 你這個是收費的 還是是不收費 然後是for public的 那你如果一代是for public的 你又不是去那邊管理場地的 你就更要去注意你設計的東西 嗯 對啊 因為各式各樣的人都會來騎 對 對 然後當然就是還是要一直呼籲就是 像是你去爬山 你一定要去 基本的你要去做功課嘛 去調查那邊 環境那天氣路線是怎麼樣子嘛 那相對的 如果你進去一個登山車公園的話 你一定要都先看過一下他們的地圖 才不會一直誤闖或者是迷路 就是你比較可以知道說 你自己的可以騎的路線是什麼樣子 嗯 對啊 根據就是你們在國外 闢建登山車公園的經驗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你們覺得對台灣登山車公園 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是覺得未來計畫的發展嗎 就是 嗯 因為這樣 因為我在建造場地 我知道因為建造了場地 人口變多了 這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 大家都反 大家的文化的面 都是思考的是 你要人夠多 我才願意去投入這件事情 嗯 他們想要 對 所以相反的 對 你要去努力啊 你才會有那些成就啊 而不是說你看到 人家有那些成就 你去分那一塊餅 他們就是反過來思維這件事情 那也是台灣人的大部分文化 包括政府單位也是 你沒有那麼多人 我幹嘛做給你 嗯 對 那你剛剛有講到土地的部分 其實台灣的土地要嘛就是 嗯 像 他們也說他們的那一塊地 其實是領務局那邊 他們去租的 台灣是不是大部分的領地 要嘛 如果是私人的話 搞不好一塊地裡面 又有很多很多的資質存存 所以每個人 就那個要去談一塊地 其實又很難 然後如果是 嗯 政府單位的 土地的話 像你們之前有講到台唐 我知道像老外領到那邊好像就是台唐的地吧 對 像這種都是 嗯 他們 就變成要跟私人直接 購買或乘出 但他就變成那個資金會非常的龐大 所以變成真的是層層的 就是很 對你來說就是其實目前就蠻難的 對不對 其實 嗯 怎麼說呢 如果你用政府的角度 他們隨時都可以找到一個沒有私人地的政府地 但是礙於法令 他不能提供給你使用這一塊 他們也不願意啊 因為 你說任何一個部門的人員 第一個他也不懂你的運動 第二個 他看到了 他可能就直接說不行 對 就是你的文化面打不開 你就 就是 第一道門就被封起來了 後面還有十道門 嗯 對你有層層的關卡 要去打開 所以他的困難度是相對非常非常高 然後 在討論到法律面的時候 好 那一塊 台唐的地 可以做這個使用嗎 那又是一個問號 對 能做這個使用 然後再來說 他 他產生了什麼 影響 譬如說 商業影響 還是經濟影響 就是往後 假設有做出來 那大家會想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 這個 這些東西 我們才可以從國外的案例去找到 他影響是有的 是正面的 只是大家還不願意去面對 對 就是我說他們用反推的 你沒有那麼多 就製造不出那麼多人 可是你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場地 你就不會有製造這些人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 應該要選有集合選有蛋 但他有答案 他可以先有一隻集去聖誕 他的解釋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就是 假裝這些 那我們現在先就是 假裝這些問題都不存在 然後去畫一個很美好的未來 然後去想說 台灣現在的潛力 你覺得在你的經驗看來 你覺得如果台灣真的有 就是可以撇除文化面 政策面 土地跟資金 然後我們就去想 他可以 他有什麼樣的潛力發展的話 你覺得 台灣的潛力在哪裡 怎麼樣的真山車公園 他可以帶來台灣 有什麼樣子的正面影響 我們其實沒有 不會去 不太會去發展出獨有的文化 因為這些案例在國外都有 我們只要有場地 自然就會有更多的騎乘者 產生更多的店家 就是完整的一個供應鏈都會產生 那尤其我們 像我們 像你也知道 台中、中國 整個台灣都是一個 自行車網 那他的名稱可以再加上 這個其實是 是一直在往上加分的 對都是在加分的 那人民會 引以為傲 我們是製造的 然後我們又有這些場地 然後世界各地的人 都來這裡騎乘 這個很好的 像我們 有一座叫做 繪師的這種山 有沒有 大家都 大家車人都想要 像賣家朝聖那樣 我一定要去 畢生要去一次 對 如果假設你說 那麼美好 打坐一座 一座這樣 一座這樣的山的時候 那個創造的經濟價值 經濟價值 對 那可能很難 而且 我是沒有辦法估計啦 它一定是往上堆疊增加的 因為畢竟 這個人口其實很多 對 那個登山車的人口 比公路車的人口還多 對 事實上是這樣 只是台灣 相反 剛好是相反 因為我們沒有場地 公路車是你把大門打開 那個就是場地的 但是 但是 你看 一些國外國家 他們 門打開 它就有很多免費的場地 更何況 它旁邊還有能付費的 更好的 對 像我那時候採訪 紐西蘭的 那些登山車的朋友們 他們就有講到說 他們其實 像他們住在 Queenstown 那出門 旁邊其實 騎不遠處 就可以開始騎乘 或者是我採訪 瑞士的那個 也是登山車的朋友 還是旁邊 後面就是進去 就是領道 但是他們其實 也不是住在那種 就是肚子裡面 他們住的地方 就是領道 所以是比較 在郊區的地方 但是 這樣子其實好像聽起來 另一方面 也是去活化那些 比較偏遠地區 比如說有人會 因為這樣子 而搬過去 或者是這個地方 會因為這樣去吸引 就變成一個景點 然後去吸引很多的人潮 這其實 就是 就回歸到 他們想要開始去 就是 發現 就是比如說 全球暖化 所以他們的雪季 越來越短 然後他們就希望 在非雪季的地方 他們可以增加一些引收 對 那如果我們的政府 他們可以把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放進來 在台灣未來的發展的過程中 尤其我們又是一個 自行車的大國 那我們就不會再只是 以一個代工廠的名號 在國外去響亮 而是包含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說 它也可以是一個 大家都想要來朝聖 我們來這邊觀賞 就是看這些自行車廠之外 我們還可以在這邊 有很棒的騎乘路線 然後我相信也會 因為這樣子搞不好之後 台中變成一個 最多登山車愛好者的一個聚集地 它就是登山車愛好者的 對 就像怪獸與它的產地 登山車者與它的產地 其實我覺得剛剛講的 就是一些 它可能是在其他國家 它可能要路途比較遠一點的小鄉鎮 那其實他們只要有山幾乎都會有吹 那台灣的條件 那更加啦 從都市到山邊更近了 對 台灣 對 靠山是非常的近的 跟更多的優良的條件 對 那很多人都說你們有那麼好的條件 但是為什麼會沒 對啊 就是為什麼 像台北就是盆地 市面都是環山 對 你只要開門出去就是 對啊 既然有 就是那個台北大眾走 那有這樣子的 就是人行走的路線 當然也可以想辦法去拼出這樣子的路線 其實就是你可以去想像喔 我們登山的路徑 都大大小小 長長短短 一大堆 就再度是範疇旁邊而已 那 你把它想像 它都可以變成 建造成一個 騎登山車專用的路線 在國外一次啊 他們都是分開的 就是 hiking的 那是biking的 嗯 對 所以他們就會 等於是說 他們使用同一座山 對 同樣在這樣子使用時候 其實 你 以我的觀點啊 越多人進入山林 那相對的是 比較保護他 就是不會有 比如說被人家 爛啃爛罷 對 甚至更多的愛心的人去幫忙 對 對啊 每個人說喔 都會去山裡面撿垃圾啊 然後什麼 幫忙就是 那個樓梯壞掉 幫忙修理什麼 那當然騎車的 我相信也有更多這樣的人 嗯 對 就是都會去 對 因為是大家在使用嘛 就有點 尤其是住越近的人 嗯 就是開門就我家後山啊 就常常去啊 對啊 我剛剛 過來的路上就想 欸 山裡這邊好近喔 就會覺得 欸 其實就在旁邊而已 可惜就做路道了 哈哈 對 但還是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做領到 對啊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謝謝